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联动 举例来说当我们今天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想要看一下 公司卖的最好的是笔记型电脑 所以我就去看一看各业务人员 他的销售情形 这里面看到谁销售最好 谁在最外面 感觉应该是小咪跟菜头 有看到吗 171 这35 这31 那这个297 好 这样可以了解 谁在最里面 英雄卖的最不好 怪怪的 好 不过主要是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陈述 那例如说我点他桌上行电脑 有看到好像英雄在这个地方表现最好 对不对 英雄他的桌上行电脑销售是最好的 谁最不好 你看嘛这个数值是不是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四千万 所以这个是1.5亿 这个是什么 四千五百万 是不是差很多 可以了解吗 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联动 他自动帮你建立 联动 所以当我们今天呢 再多画一些图 是不是可以呈现更多 好 所以我是要请你特别了解什么是联动 所以先暂时哦 请你去玩一下这件事情 请你订阅一下 谢谢